《黑海舰队》是现今俄罗斯的四大海上舰队之一 主基地位于乌克兰的塞瓦斯托布尔 在苏联之前就已经存在 如今总体实力虽不及以前 但它还是获得了苏联大部分武装 虽然很多都已经年旧失修 不过它最强的旗舰倒是临时保留了下来 只可惜最终还是沉默了 2022年4月14日 因战争导致沉默的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 那么这个巡洋舰实力怎么样呢 今天我们就来分析分析 该舰是由苏联研发的光荣级巡洋舰 是世界上仅存的几种巡洋舰之一 这款巡洋舰一共建有四艘 服役之后却有不同程度的改装 所以我们就以最初的光荣级巡洋舰的数据为准 它的排水深度为11490吨 全长186.4米 宽20.8米 赤水深度约4.8米 使用柴油则为主动力来源 动力方式为柴燃交替使用 动力大概有13万马力 最高航速32节 可持续行驶7500里 安装有大量武器 例如反舰导弹 防空弹 舰炮以及机炮等 配有一架K1-25或者K1-27直升机 装甲使用了焊接钢板 莫斯科号则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排水量以及雷达武器等 而且经过一次大修 它在大修之前叫做光荣号 是最早建造的光荣级导弹巡洋舰 上世纪苏美冷战时期 面对强势的美国 苏联开始了发展大修水面舰艇的计划 一开始建造的 其实是洛基夫级核动力导弹巡洋舰 它的主要任务就是给航母护航 或者进行反潜以及防空作战 不过该舰的造价非常昂贵 无法进行量产 因此只建成了四艘 剩余的就以缩小版的光荣级导弹巡洋舰替代 但该舰因为武器系统的问题 延迟了很长时间才开始动工 由苏联的尼古拉耶夫造船厂制造 光荣级的项目工程代号是1164 因此也被称为1164型巡洋舰 改舰的舰体改装自卡拉级巡洋舰 各项数据就有显著提升 整体为流线型 前部有五层的上层建筑 后部与主围相连 两侧有很多散热孔 舰气口则是在前 露天甲板上有运送物品弹药的轨道 舰手是有利于抗浪的高杆悬 舰体从头到尾外飘 增加了甲板面积 这些设计让它具有了非常高的稳定性 以及适航性 不过它的体型较小 比同期的英美大型舰艇小一些 但威力性能丝毫不差 该舰的武器系统非常强大 搭载了多种不同武器 如果全部开放 就是一座由炮口组成的海上堡垒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 船船两侧的大型P缸1000火山岩 长程反舰导弹发射装置 一共有16具 分为8组 每组2具 该装置使其拥有了仅次于 基洛夫级巡洋舰的长程对舰火力 它的主炮是一座双连的130毫米炮 位于舰艇的前甲板上 除此之外 甲板上还有两座AK630型 6管30毫米远程防空炮 以及两座并排的RBU6000 反舰火箭发射装置 后部装有两种不同的火控雷达 勇于操控近防炮以及主炮 在基库的两侧 则是两架双连的 SC-N-4B虎全天后 进程防空导弹发射装置 该装置平时位于甲板下的发射井内 不会占用太多空间 它的制导雷达 则是位于其上方的小平台上 除制导外 还能进行搜索或者跟踪等任务 非常的先进 机库两侧的上甲板下侧 还有五连状的533毫米 鱼雷发射管 用悬窗遮盖 整个机库是半沉降式 有一个小型的起降平台 建备的直升机 可以随平台进入机库 这种种设计 使其空间达到了最大化 战时全面展开是火炮壁垒 非战时所有武器隐藏起来 就是一艘普通的舰艇 设计非常巧妙 最早的光荣号 于1976年11月5日开工 1979年7月27日下水 正式服役则是在1982年12月30日 在1991年的时候开始大修 1999年修复完毕归队 修复旗舰 苏联解体被划给俄罗斯 并成为了黑海舰队的旗舰 改名莫斯科号 从2014年开始一直常驻于舰队总部 塞瓦斯托布尔 2016年又进行了长达三年的改造 增加了很多现代武器 拥有强大的防空能力 远中近均能做到有效打击 是俄国军队现役中第三大的船只 但天有不测风云 2022年4月14日 以不明原因沉默 光荣节的第二艘 叫做洛伯夫海军元帅号 该舰名气不大 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 时间于1978年10月5日 1982年2月25日下水 在1985年3月23日 更命为乌斯基诺夫元帅号 1986年9月15日 服役北方舰队 不过在2012年 被移至太平洋舰队 并且在转移的第二年 开始现代化改装 2015年重新服役 目前安然无恙 算是维尔保存完整的 光荣机巡洋舰 至于另一艘 则是红色乌克兰号 加入俄罗斯后更名为瓦良格号 这个名字是不是很熟悉 当然 它与辽宁舰的前世 没有太大关系 只是沿用了同一个名字而已 瓦良格其实是北欧诺曼人的 一个分支 一直生活在现阶的 俄罗斯土地上 开民族是琉里克王朝的 创建者 因为他们非常擅长航海 以及贸易 所以后期为了纪念他们 很多苏俄的舰艇 都会被命名为瓦良格 好了 瓦良格就到这里 我们继续回到正题 瓦良格巡洋舰 始建于1979年7月31日 1983年8月28日下水 1989年12月25日服役 目前是太平洋舰队的旗舰 从苏联解体后 直到2002年 一直有老兵开馆 没有作为 但在2008年 该舰大修并重庆服役 2009年时 参加过人民解放军海上阅兵 2014年参与中俄海上联合演习 瓦良格号非常的强大 有航母杀爪的称号 它装有SS-N-12远程潮音速反舰导弹 该导弹位于舰手的左右两旋 是该舰的标志性装备 它能够配合核动力水面潜艇 也可以与护卫舰驱逐舰等组成编队 用途非常广泛 据悉 该舰还安装有P-500 玄武岩导弹的后续型 P-1000福尔干导弹 战斗力非常恐怖 可以与航空母舰正面战斗 在21世纪以来 瓦良格号已完成多次演习任务 包括防空 补给 护航 以及打击海上目标等 具有非常优秀的表现 但是 它的舰体缺乏保养 已经有很严重的袖石 不过该舰应该会跟前两艘一样 在近两年以来大概 最后一艘光荣号巡洋舰 隶属于乌克兰 但是它并没有完工 在建造了96%之后停工 一直闲置在乌克兰 大概率已经报废了 2019年的时候决定出售 但一直没有消息 如今去向不明 其实原本按照计划 一共建造6艘 最后随着冷战的结束都取消了 毕竟原本就是为冷战准备的武器 不过该舰其实对冷战的影响不大 西方的观察家普遍认为 光荣级远不如基诺夫级 事实也的确如此 三艘服役的该舰 数据很强大 但真正的表现却一般 瓦良格号腐蚀严重 真实战力也被打上了问号 莫斯科号没经过太大的战场就沉默了 乌斯基诺夫更是没啥表现的机会 而反观吉洛夫级核动力导弹巡洋舰 作为世界上吨位最大 火力最强的巡洋舰 光是威慑力 就不是光荣级能笔丹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